大家好 我是Alicia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做的蒜蓉虾仁 做法简单 一锅成菜而且不油炸 我用的是Costco买的这种去头去了虾线的生虾 把壳给剥掉 但是保留尾巴上的壳 这样成菜好看一点 包完了以后 用一点点面粉 给虾身搓一个枣 用手不停的抓揉 大概一分钟 然后用清水反复冲洗 水变得清凉以后 用漏勺把虾装起来 沥干水分备用 这样用面粉搓过枣和虾 胃变得非常干净 而且没有什么腥味 把滤干水的虾倒在铺好的厨房纸上 再把水分擦干一点 然后来给虾开边 利用虾身上已经有的去虾线的刀口 再滑深一点 中间那一节划断 划开 但是头尾那部分要连在一起 不能划断了 这样做熟以后 虾就成了一个虾球 很好看 简单把虾腌制一下 米酒半大勺 盐半小勺 黑胡椒大概半小勺 还有一样豆粉 现在不忙放 等下锅的时候再放 用手抓揉一下 腌上十几分钟 利用腌虾的时间 我们来切配料 小洋葱用半个就够了 切成碎末 用菜刀稍微的炸一下 也不要炸的太碎了 炸好以后放在盘子里备用 欧芹只要叶子 稍微切几刀就行 这是西人的盐碎 如果不习惯这个味道 可以用中国盐碎替代 蒜末已经准备好了 放在一起备用 现在开始炒菜 炉头开成大火 趁热锅的时间 倒一小勺淀粉在虾里面 用手抓揉一下 抓揉到黏糊糊的感觉 就说明上劲了 先放一遍 这时锅也烧热了 先倒两勺植物油 我用的玉米油 再放一小块黄油 黄油的量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完全不用黄油也是可以的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把腌好的虾仁放进锅里 这时候铸铁锅里的温度是很高的 为了让虾受热均匀 用勺子把虾排列整齐一点 尽量不要重叠 从虾仁下锅 到起锅装盘 整个过程我没有剪辑过 大家可以更好的看清楚虾仁变色的过程 这个时候虾仁基本定型了 把火调小一点 因为要放入洋葱和蒜末了 油温过高 蒜末会发苦的 洋葱和蒜末倒进锅里后 用勺子轻轻翻动一下 但是要注意虾仁不要把它翻面 只是轻轻的推动一下可以 观察到虾仁受热的那一面 基本都红了 就可以给虾仁逐个翻面了 一个一个的翻 确保每一个都翻到 这个时候看到虾肉的颜色 从透明转成了白色 关火 利用猪铁锅的余热 完全可以让虾肉熟透 再加一点黑胡椒调味 加入切好的欧芹 把锅底的蒜蓉和洋葱蓉尽量翻起来 放在虾身上 让味道均匀一点 吃完了虾肉 这个汤汁还可以蘸法棍面包 非常美味 现在是满屋飘香 虾肉洁白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不用装盘 就用铸铁锅直接上饭做 怎么样 您觉得我这个方法 是不是很简单 又很美观 而且吃起来美味哦 柯柯饱满 粒粒香甜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订阅我 谢谢您的支持